原来教的都是场上的学费 就是不管是技术还是看比赛的这种 面对比赛这种阅读比赛的能力 然后现在我觉得今年 特别是今年可能就内心的这种煎熬 或者是内心的这种挫败感会更强 原来可能输完以后还是会去找技术的问题 但有的时候其实是人在支配技术 如果人不改变再好的技术 可能到那个时候还是用不出来 所以今年其实在夏天的时候 可能连续输球也是 我觉得最重要是让自己明白了这个道理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 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包打天下的 然后你要根据时代去改变 去尝试 很多东西一旦尝试一个点 可能很多点你都会觉得越来越有意思 越来越明朗 我觉得这两个点是今年比较深的感受 其实原来可能太追求的问题 也不是不对的 可能过多的追求这种技术上的去极致 然后但是人可能跟技术不匹配 有的时候你有非常好的技术 但是你没有这种胆量 没有这种坚决的这种内心 你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觉得今年可能输完以后 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吧 去重新梳理这些 原来可能就觉得我现在这么打是对的 但其实都打到这个水平了 还会有很多种可能 只要只是看你自己 有没有这种这方面的意识吧 我觉得其实运动员 其实都有一种感觉吧 就是当你顺的时候 可能你什么球都能打上 但你不顺的时候 可能你什么技术都会怀疑自己 所以我觉得一个是 最近可能这种相对 整个节奏会好一点 然后就好像我之前 我感觉接受采访 有时候会说觉得没有哪一场 现在会觉得没有哪一场比赛 是应该赢 或者是我就必须赢 而是每一场都是自己很困难 不管是技术上困难 还是某一局困难 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所以现在可能 就是允许自己犯错误 反而可能这个事情 才会放下来的 我觉得确实 原来可能想不到这些吧 然后很多过来人 去跟自己讲的时候 自己做不到那种 理解他们所说的那种感觉吧 然后自己真正去 就是输了以后 或者静下来去思考以后 自己想明白了 才真的是自己的东西吧 其实我觉得原来 应该大家都是对我抱有很大期望 但是可能大家是对我这种技术 包括这种年龄 包括可能潜力 就是对这方面的预估 会觉得我会应该会成什么样 但是如果自己内心不强大 就是因为乒乓球 现在全球都是水平越来越接近 如果你不拼命往前跑 你就肯定会被时代淘汰了 我觉得 四年一个周期 最关键的其实就是最后的这一年 前面可以说是铺垫也好 或者说可以是让你去更好的 更成熟 然后在这一年有更好的这种状态 还是不管人的状态 还是技术状态 所以我觉得面对2020 首先自己是要积极的 要向往的 而不是说光去瞄着某一个目标 因为如果 现在其实有时候主席也要求我们 要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 职业运动员 其实每一个比赛都是一样的 只是他的头衔 或者是这个冠名称不一样 对于场上其实都是一样的 你是在这边对手在那边 你要做就是击败他 没有任何的区别 我觉得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就是我觉得 是我到现在就最改变的一点 原来会觉得 比如说我一出来 他们都说波尔难打 可能我又赢了波尔 都说奥下难打 我也能赢奥下 我感觉我好像起点太高了 然后我会觉得赢的那些球 感觉都是好像就是应该的 或者是我从来就没输过 我怎么可能会输呢 就是会有这种感觉吧 但是现在确实是感觉 嗯 当我状态不好的时候 可能我也会连续输给邱鸿直 也会输给风长西茨卡 也会一轮有两轮 就这种打不进前四 就所以我知道每一场球 真的都是不容易 而且都是要比自己想象中 困难得多 所以并没有说应该的 或者是就是你的 就这种了 你想对新一年的樊正东 说一句什么话 嗯 其实我觉得19年 确实对我就是职业生涯 我认为到现在都很重要 就不管是回头看还是往前看 我觉得前面 其实自己确实很顺 但是都说自己会遇到挫折 但是也不知道挫折在哪儿 也没有一个具体表象的东西 但是真等你遇到以后 你会觉得真是挺无力改变的 就那种感觉 但是真正现在 如果最近连续有这种好的石头 而更加会珍惜 更加会想让它延续下去 倒不会说眼高手低 或者我只瞄着某一个比赛 或者某一次比赛 那样我觉得就是一个 嗯 不是一个优球赢员 应该有的这种思维 再次进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转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